只是 只是我希望 那時候當時我要跟她說話的時候 可以給我一生媽媽不知道要我好呢 超越啊 我知道你跟小語的關係很好 比較有話跟我說 你幹嘛當天阿哥在家前說幾句話好話 你們兩個 已經那麼好 應該是沒問題吧 我沒有瞬間說 我跟這小安傑立刻的事 拿著風啊那段過期 不然 我只是自己騙自己 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她不一定會聽我說的 我自己的好心 我知道了 你對她的我們 絕對不是普通朋友而已 你對她來說 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你怎麼可以看到她的高速兩號星月的分享 交到三天好嗎 好啦 我會再找機會才會說話 謝謝你 超越啊 你真正是一個很特別的女孩 若是我們小語 有那個好客帶到你不知道要多好 對 對 對了 今天我們小時候 我有順便買幾個杭菜 你怎麼可以帶阿姑 約小語來這裡吃飯 你要叫我約她來吃飯 嗯 不過她今天來的時候 結婚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又晚她來 你 那邊是因為當中生在 不知道跟你要去衝突 那邊後來 就只有你 我 還有阿嬤 三個人 不去吃飯 這應該是沒問題 妳知道 她根本就沒必要替我做錢 妳知道 只是我先肯定要再拍照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還會讓你去看 我只是希望 可以把每一個 看到小語的機會 超越 拜託你 看著我姑娘 你這麼熟練我自己的好心 妳也會想 妳跟我走三更好嗎 我不知道 我如果想辦法 用妳來這裡幫妳 謝謝妳 超越 妳替阿姑所做一切 阿姑因為我都不會幫忙 對了 只會說 我不會 太熟見妳 妳媽媽跟當中生那段婚姻 她吃多少苦 受多少胃睡到無奈 我相信 妳應該也知道 妳應該也知道 就是因為這樣 她才覺得心來都沒安全感 提出到 打錯腳步的原因 妳覺得 不會因為來 將心比心 來訪下 妳對她的概要 來叫她這下媽媽 嗯 阿嬤 我心情理解她的苦衷 我心情願意受妳 妳 心情願意受妳 我跟妳有安全 請阿嬤提良 我跟現在 還是叫她這次 請阿嬤 不要說我 是呀 可惡 你不要叫小雨 我這種 我無知名 派心同學的媽媽 好心對我的切心 這也是應該 阿嬤 阿嬤 可以坐天堂 讓她吃我煮的菜 對我來說得很好 快點跟我們一人為一萬歲 來 趙岳 來 趙岳 謝謝妳 帶我由小雨過來 妳這樣 一定是替阿嬤我媽媽 趙岳 我這早知道這頓飯 是飯菜的食物給我們 妳明明知道我跟飯菜 我吃不成家 妳根據阿嬤的名 譬如我來吃飯 我會有機會 不要介紹妳 不是呀 文雅你五歲 我有時候跟妳媽說過 昨天不能免免你 她有大胤 我才叫妳來吃飯 是呀 小雨 現在五歲超越了 是我想要把我們母親的關係 求得緊 而且 我們家父也幫我出主意 我才想說 做一道菜請妳來吃 請妳來吃 超越 她有幫我拿錢過 請妳媽想去 也不要五歲 是呀 文雅 阿嬤是不敢說 妳媽媽一直找不到方法 要來覓補禮 我也希望妳兩個母親的心靈 可以說 帶著妳趕快討開 而且她以後 大家都是一個人 總是趕快便要 歡歡喜喜 對啦 沒錯 你們很快就要結婚了 剛好賺這個機會 可以讓最了解對方的故事 也不錯 姐姐她超越 有什麼事情 都會提早跟你參加 就不會有什麼 剩菜等人家吃飯的事情 而且我媽還有我兒子 現在都把妳當作是孫子 等於是說 把妳當作自己人 所以說 就沒有顧慮到妳的心情 妳不可以見怪啦 什麼叫其他人 相關的超越 一定會走火 妳一定會放火 妳怎麼顧慮 我跟超越的心情 妳兩個人不相會喔 欸 超越 不相會妳每天 對她這樣 對出對妳要對什麼 不然妳不敢 她也要提早說啊 我啦 妳是在創什麼 阿嬤 我在這身上 表明我的立場 我跟文堯 就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妳這樣是在為難我 拜託妳 以後不要再跟我跟文堯 砍造會了 也不要再說一些 想要跟我跟他做對的話 阿嬤 就定於是 妳比我再一次 認開這個家 這樣妳有了解嗎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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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麼想跟阿嬤說話呢 阿嬤也是為妳好啊 阿嬤也希望說 妳可以結席 讓妳當外婆的公子 這樣搞不對 阿嬤 阿嬤 文堯 今天妳這件事 是我對不起妳 我受益了妳 不會再吵我 所以我保證 不會再我後悔了 妳不要疼苦了 好嗎 我沒有疼苦了 都叫小口給小外 再還見小西 小賴 我知道不是妳的問題 一定小媽 對於情緒勒索 妳哪有考慮 小媽對手 妳知道會小賴的 人是我這麼對 我明明知道 大家想跟我們女兒三做對 所以 我就應該跟祖宗 不是還給妳 來新學這種暗戀 是我對不起妳 我們兩個跟我們算是朋友 當然是朋友 是朋友 別說這種成婚的味 既然我媽現在在妳家 如果這樣 我就應該先做好 補給妳的準備 妳現在不會約在中間 做酒吧 是壹難做人 如果不 曾經有度假的 這樣一定要有中間 一直發生 妳現在麻煩 妳怎麼真的會不會怪我 哪有可能會怪妳 早上連小酒從妳送我回去 我相信我爸會對妳說話 一定真不客氣 不過妳怎麼會有 這就是心理 妳不會忘記 我們兩個有做過約束了 要做那做幾個正常人 所以旁邊的人說話 就聽她笑就好 知道嗎 不要放在心上 知道嗎 好了 差不多回去了 妳都不知道 剛才對妳媽媽說話很重的 甚至說要離開出走 妳媽媽讓妳走到旁邊 親瞬瞬瞬 妳媽媽是真心關心妳 要緊妳的 以後無關歡迎什麼事情 不要說她看她 向妳媽媽的心裡 知道嗎 我知道了 好 走 我三人回去 等一下 妳是不要外乖 我有一個話 想要對妳說 妳就是外乖 我就說不出口 妳要走 謝謝妳說明白 因為妳要跟我一個朋友 她們都在這兒 對我說這兒的事 所以我決定 會對妳談吧 我是哪個想法 其實剛才我的鄉鄉說那個話 除了想要保護你 不要再把情緒囉嗦以外 我是怕得聽到 接下來你的話 你對我沒感到 蔡月 蔡月 你五歲了 其實我 我現在又有勇氣的時候 讓我告訴你好嗎 那天你啤酒屋 你說你要出去走走之後 我告訴你 我就說 我對你開始有一點沒感覺 所以 大家要跟我們三座對的時候 我沒辦法記著 因為我沒辦法說 有過我生命的位 那兩個人 心中的背景很像 你能夠了解我生命的 你能夠了解我生命的天 我也能夠理解 你跟著頭拍的這人 在你的面前 我能夠做我自己 不用怕你會覺得我這個人很奇怪 所以不管你需要多少時間 所以不管你需要多少時間 我都願意等 等我們的幸運 來的那一天 你能夠幫助 你不讓我幫助 你不讓我離開 我經常都會想 我會想 你不讓我去 你不讓我去 你感到無主宰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希望後來結婚的時候 你又願意跟我作朋友 就像我一樣 我自己想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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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想寶貝 我會讓我去 我就是想寶貝